完整應該從第1次 到第13次 連今天第14次 另外我有貼一些其他的 那這裡當然 我看有相關的我也會貼啦 比如說別的地方上課 跟這個課程有點關係的 那我也把它貼到這邊來 各位也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都相關啦 那這邊其他的都有 那上課用書 其實我這邊有提到有一些 像我手邊Excel VBA書也超過10本以上 因為書上也都會寄給我 我看一下 其實我也很想說找一本比較適合上課用書的拿來就上課用書 但是我發現 真的還蠻難找的 不容易因為每一本書寫作的 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OK那所以這裡的話我想這邊 就大概是這樣 回去的話各位再花一點時間做個複習 那很感謝各位14週 這麼耐心的在 底下 聽我講 給我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之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各位可以在那個論壇上面 反正你就PO一些問題 問題的話盡量也不要 盡量具體一點 你看有什麼樣具體的問題 也不要一下子PO一堆問題 我也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或者有同學是直接傳檔案給我 打開我也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好像都沒有問題 他 就是 那個 比較focus在某一個點 像剛剛同學問的就很清楚 他不行哪個問題不行 那我就馬上可以知道說你的問題在哪裡 OK 因為 VPA用在不一樣的那個行業別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 結果出來 不過最近遇到最多的應該就是用在那個 股市分析上面 好像最多 最近還有同學問我說什麼 有沒有看過一本叫什麼 什麼城市交易 還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還有說怎麼取得 網路上面的股市資料 做分析 那一堆的 OK 好了